語言 一種為了溝通而出現的工具 語言的差異 卻令到溝通出現障礙 世界上各種各類的人 無論是歐洲人、亞洲人、非洲人、美洲人 都希望懂得對方的語言 因為溝通令世界減少紛爭、增加歡笑 打破語言溝通隔絡 而瘋狂、突破跨跨 沒有了它 千萬中國人不會放膽進備 學習外語改變自己 沒有了它 世界各民族之間溝通的橋樑 可能少了一條捷徑 人類一直希望有一種共通的語言 聖經的舊約記載 人曾經只有一種語言 他們妄想製造高塔與天比高 後來 神偽在這座塔 將人散居各方 而且更將人的口音改變 神話故事並非真實 事實是各地的語言、不同的謊言 的確令人與人之間屢起爭斷難以合作 學識更多的語言 就能夠克服溝通的限制 令到各民族的文化和經濟交流暢通無阻 學識更多的語言 可以令人的眼光闊闊 消除民族間的差異和敵意 可惜 要學識更多的語言 往往事倍功半 尤其是亞洲人學習英語 西方人學習中文 學習過程 成為不少人痛苦的回憶 但是世界佔出一體化 不掌握多一門的語言 最終就被秉起地球村之外 放眼世界 影響世界 不遵從傳統的學習方法 以最誇張 最瘋狂的突破 令數以百萬人成功掌握外語 扭轉命運的人就是他 以狂見稱的中國人 李陽 瘋狂是一種人生的奮鬥精神 我也希望把這種 產生於中國的人生的奮鬥精神 推廣到全世界所有需要他的人 要推廣全世界 首先要在自己的國土徹底實行 這十年 李陽加上瘋狂 在中國神州大地村省過園 在長城 在故宮 在大型體育館 在廣場 舉行萬人演講 推廣瘋狂英語 大動作的手勢 哭破喉嚨的呼叫 一個個字母 一句句英語 響徹天空 Long time no see 用腹部的力量 用肚子的力量 Long 大訓練 Long Time No See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我永遠要讓中國人知道 一個簡單的道理 落後就要挨打 我們希望我們新一代的青少年 能夠刻苦地學習 講一口流利的英語 I enjoy losing face I enjoy losing face 熱愛吊臉 勇於犯錯 是瘋狂學習法的中心思想 Long 鼓勵學生 要學成一種外語 必須大聲疾呼 必須放低尊嚴 結果 瘋狂改變一切 Long 由英語考試不合格 變成一個全中國人 無人不識的英語教學專家 他的學生 由不識英文 變成說得一口流利英語 外國人也用他的方法 成功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 Long 對人和外國語 他的方法都相同 我身為在大學教訓中文的 我讓學生學理漢的方法 來學中國話 中國語也可以 先不要怕丟臉 丟臉就可以跟外國人 美國人跟中國人 可以講話 李宜蘭的方法 突破傳統 不注重文化練習 不注重寫作練習 藉著反覆大聲朗讀 將陌生的發音 練成熟悉的句子 令到學外語 變成一種瘋狂行為 十年 一百多個城市 接近三千場 超過二千五百萬人次 李洋推廣瘋狂英語的演講會 在中國創造一個前無古人的紀錄 影響力偏及全國 我想如果當初世界沒有我的話 可能英語口語的普及和推廣 沒有現在這麼快 可能會推遲幾年 在中國普及英語的確是這個中國人一生最瘋狂的目標 不過他相信自己由徹頭徹尾自卑 耐弱的人 英文一塌糊塗的人 還有呢 可以轉變為譚少豐生地面對幾萬的觀眾 講英文的口音 連美國人都以為他是美國人 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影響中國 甚至世界 我是騷擾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Like 英語 令他踏上光輝人生路 In the sky 英語 同樣令世界變得不一樣 Bright 跟我說 燦爛的未來 殖民主義的擴張 令到歐洲的語言同時擴張 當眾 英國佔領殖民地最多 就算日後這些殖民地相繼獨立 英語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 目前 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超過70個 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 大約15億人能夠講流利的英語 可以說掌握英語 就可以打開通向世界的大門 學習英語是很利用的 因為 我後來結業後 我會找到工作工作 外面的外面的外面 外面的外面的外面 或外面的外面 有一個好機會 可以學英語 去找到新的位置 去找到我 在研究的外面的外面 所以 渴求機會的人 都希望可以掌握英語 啊, things can be a week you. Well,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it also always has some kind of a difficult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is kind of different. You have to learn vocabulary to conjugate the verbs. But if you compare English to Latin languages, in which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So, like in Portuguese or Spanish or French or Italian... 英语比较简单 每个地方的人都想熟练运用英语 尤其是亚洲人特别努力 根据管理学的研究 一个人要成功完成一件事 必须有三个先决条件 分别是目标、方法和行动 不少人有明确的目标、具体行动 但是往往英语能力毫无寸进 问题就出在方法里 你让克服英语的方法就是打破海秀 打破不敢开口的心理关口 才可以流利运用英语 我就觉得肯定都是亚洲人 都有同样的问题了 害羞、要面子、不敢说、自卑 我觉得这些心理上的问题 导致他们学不好英语 所以疯狂一下子他们解放了、爆发了 我刚开始以为我是有中国人的特质 才诞生了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疯狂 最后发现韩国人也需要 日本人也需要 亚洲人也需要 韩国是李扬向外国推展疯狂学习法的第一集 每一年他都会亲自去到韩国 推广他创立的疯狂英语 向当地人现身说法 如何运用当中要诀 这个要诀他称之为三最法 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 李扬的三个方法可以心得痛 对外国人说也可以 说得快、说得大、说得正确 这个三个方法可以心得痛 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方法 每个人都应该有符合自己的方法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因为疯狂英语它不是什么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 它只不过是说熟能生巧 都一样的了 所以呢只不过加了一个疯狂两个字 所以变成觉得是不是很新奇啊 从大学开始 李扬逐步建立一套有系统 而有前所未有的疯狂英语 他自己坚毅地练习 很快就突破英语的难关 很多渴求改变自己的人 以他为奋斗目标 当中包括这个韩国人 以外的学生 我已经无法充断了 自己在学生中和小学上 我非常喜欢英语 无法充断了 我已经有一个误狂英语 中科长中和中科长小学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英语 西纪园では 世界上大约有2亿5千万人的第二语言 是英语 世界上大约有2亿5千万人的第二语言 每一天全球有十亿人正在学习英语 估计到了2050年 世界一半的人口都能够熟练运用英语 公元2000年 李扬开始进行疯狂英语走出中国的计划 韩国的口语真的很差 最典型的就是入关的时候进韩国的海关 英语中说的很难听 一调查以后发现太多人在为学习英语而烦恼 我们就觉得应该在这里会很有市场 会很有影响力 疯狂英语的出现 大比韩国人学习英语一个暂身的角度 他们开始明白一种共通的性格必须不除 我发现中国有问题韩国也有 而且韩国更严重 人们更害羞更美想更不愿意开口 不够胆开口说 只是韩国人学习英语的写照 因为怕说错 没有信心说得好 恶性循环之下就更难有进步 而李扬将一切改变 凌汉首对任何事都充满信心 因爲跨过了英语这个难关 任何的事都变得可能 如果说李洋的疯狂英语是一粒种子 那这粒种子就在人的心中扎根 成长 疯狂种子带给人信心 有信心将重重加锁打破 他能做 他能做 为什么不 他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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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做英语 三、四年之后 他能做到什么 他能做得很好的 他能有自信心 他能做到自信心 他能做到自信心心 金箱瘦的性格 跟绝大多数的韩国人一样 怕跟陌生人交谈 尤其是外国人 怕被他们嘲笑自己的英语发音 但是李洋改变了他 日韩举办世界杯期间 金箱瘦 获得一份向旅游公司职员 教授英语的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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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阳的汉城演讲会里 他更加成为翻译员之人 这几年他用疯狂的方法令英文水准提高 又学会普通话 通向世界的带门 额然开启 有译谈议 如果更 Ad acronym 我们 말고温ically 靠近靠近 能够到困! 能够到困! 无答應! in your life そのままにそのままに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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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讀時,我讀得很大 我讀得很大 但我讀得很大 我讀得很大 自信感 自信感 我讀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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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在屋企天台朗读英文 已经成为习惯 因为他要学习发明疯狂英语的李洋 李洋当日 亦在校园宿舍的天台 在荒野 向着升起的族人 疯狂朗读英语 最後想 喊的感觉很好 疯狂的感觉很好 所以就 不管别人看不看我 都接着喊 也是从这么一点点找到感觉的 那么喊的时候 当然是很舒畅 很放松 很快乐的感觉 语言的 就有一句话叫 多学一门语言 多过一次人生 多看一个世界 所以说 语言对人的限制是很大的 如果一个只会方言的人 那么也就是一辈子看到的 也就是河南了河北了 一个小小地方 立下志向 奋力向上 读大学时期的李洋 只是一个激到平凡的学生 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成就大事 影响世界 直至一次打破常规的经历 造就日后影响无数人的传记 我从那是1988年的时候 那么我第一次拿着英语书 从教室里面来到了校园里面 因为我实在无法专心看书 我就大声地说出来 我发现一大声讲 我就比较能够集中精力 而且大声讲的时候 发现我压抑了很久的潜能 就爆发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才理解什么叫 crazy 每日费枕忘餐 沉迷在英语的世界 将一个个原本生疏的单字 句子 背重至滚瓜烂熟 终于最讨厌的英语 成为李洋一生的好朋友 他找到学习语文的一道竅末 更加明白到 要成就任何事 都必须有疯狂的态度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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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orrow Tomorrow 我觉得疯狂应该说 按照我现在的解释 就是代表一种 100% devotion and dedication 一种百分之百的投入 一种执着 一种坚持 You look great today You look correct 听过他这套对疯狂的重新定义 好多人心心脏迷 因为李洋的体会 正是不少人的现实写照 渴望突破自己 渴望改变自己明白 Admire your word Admire respect your word So you have to yell I enjoy speaking it very much And just speaking it very much And just speaking it very much I I Don't be 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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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a try Just a try OK 一句句有力的口号 手势 说的人兴奋 听的人 亦如痴如醉 他们希望感受和了解 这个中国人的疯狂思想 从而得到啟發 I enjoy losing face Very good One more time I enjoy losing face I enjoy losing face I enjoy losing face You try I enjoy losing face I enjoy losing face I enjoy losing face 你扮二十多岁的韩国少女 今次是第二次听李扬的演讲 2001年 第一次感觉疯狂英语的震撼 亦是由这一次开始 李扬影响他们的生命 以往 学英语的苦恼 面对陌生人的害羞 直着疯狂 一掃而空 Enjoy I enjoy losing face 能够克服本身的缺点 信心就会逐步增加 对爱因斯坦推崇秘致的李扬 好想能够和自己的偶像一样 对世界对别人带来影响力 我不希望给他们虚幻的东西 虚幻的东西是很害别人的 不是真实的 他们会发现 他崇拜完你以后他一无所有 我希望他崇拜完我以后 他的人生会改变 这就是我在努力做到的事 这就是 fy尝费的东西 我不想不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